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啊 这光 这水 这风景 这打豆 每一根毛都看得清清楚楚 每一帧画面都是那么的完美无瑕 那么的闪耀 像是宇宙中迸发的星云 淹没了我的理智 冲天的豪气扑面而来 绽放出美道的光彩 天哪 天哪 怎么 怎么了 不要动不动就提钱 那么粗俗 我们不要把目光聚焦在网飞 一年900亿人民币的制作预算上 尽管这个数字相当于百度市值的三分之一 咱们重点还是看内容 对吧 好的 我们就来看看这部由网飞出品 2019年3月15日开播的《泡面番》 具体说的是什么吧 这部动画短片合集 由知名导演大卫芬奇和丁姆米勒联手监制 是一系列长度与泡面番相当的 6到17分钟的动画短片合集 啊 我哭了 这是什么神仙导演 导演过七宗最后搏击俱乐部的大卫芬奇 导演过死世的蒂姆米勒 我忘了 这是什么神仙市场 刚刚好够我把面泡好 失可而止啊 这部作品邀请了美国 加拿大 法国 匈牙利 韩国等各个国家的顶级动画团队 分别制作了18部短片 啊 我废了 这是什么神仙制作团队 我 呆 这些短片以科幻为载体 围绕爱和死亡 展开各自的主题 每部短片的设定 剧情 画风 题材都千差万别 各具特色 但共同的特点都是 制作质量炸裂 片子上线一周之内 就在RMDB上收获了上万个评分 得分高达9.1分 豆瓣评分9.4分 这部作品给大家展示了 如果甲方没有任何要求 唯一的要求就是 钱给够 你尽管葬 艺术家们到底会玩出什么话来 没错 每一集的制作团队都在想方设法 做出不一样的创意 十年前当大卫芬奇和迪姆米勒第一次见面时 米勒就提出 他要为没有能力拍摄长篇的独立艺术家们 提供一个展示想法的平台 大卫芬奇立刻表示热火 但是 无人接盘 直到王妃爸爸出现了 也是有了这次业界的集体放飞自我 从剧情角度来说 其实没有太多新鲜之处 除了证人和盲点两部原创之外 剩余的16个故事 都是根据过去十几年间的各类科幻小说改编 甚至包括《垃圾场》 《冰川时代》和《桑尼的优势》 这样的古董级科幻小说 但是整体制作上的心意 在反复打破商业动画行业的成功规范 只能说以前有个点子 大家只能想想 现在王妃真的投钱帮大家把脑洞实现了 可以说这是一部 专门做给月片无数的老阿宅们 和动画从业者的大餐啦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 你们虽然不知道这些制作团队的名字 但你们一定看过他们的作品 因为将近一半的制作团队 都来自游戏CG行业 包括制作了刺客信条系列和巫师系列CG的 Date这个Pitcher 制作了《前进封锁》 《英雄联盟》 《王者荣耀》 《孤岛惊魂》 《蝙蝠侠》等游戏CG的 Blue Studio等等等等 怎么样 是不是玩过其中某款作品啊 在这里我们给大家着重推荐里面的 第八集 改编自华裔科幻作家刘雨昆作品的 《狩猎鱼快》 就是把三体翻译成英文 并且寄给各大评委帮助三体获得新英奖 江湖人称小刘的那位啦 推荐这部都不用剧透 你只需要知道 这是一部中国聊斋式狐仙传奇 和争气朋克结合的故事 啊 我死了 别抢我太词 总之 这部翻年度霸权稳啦 听了我们的案例 有没有心动呢 不过 可惜国内无法引进 只能往盘见啦 哦对了 你提醒我了 差点忘了说 本天为儿己 17岁以下少年 请在父母或监护人的陪伴下观看 会不会打死的宝贝 在全面时机会把 Mmm 年风切脆车辑 到真的还没做 难听 icker 小刘 制法 还前 Zither Harp